Part 1 出道经历 张克凡1972年7月31日出生于中国台湾台东县 从小学习音乐 1989年17岁的张克凡参加华士TV新秀争霸战的小虎队二军比赛获得优胜 在综艺节目中担当助理主持 后签约飞碟唱片公司的子公司开丽 与马国贤、韩志杰、张洛军、王海伦、汤俊佩组成偶像团体洪海尔出道 张克凡担任组合的主唱 成为小虎队又欢派对的师弟 by the way 当时转台王马国贤是被陷入小虎队本队的 只是他觉得当偶像没有前途就没有去 如果他去了 小虎队就没有苏友鹏了 1990年发布组合的第一张专辑 亮出我的年轻护照 虽然当时小虎队已经火遍台湾 但是《红海二》还是从中分了杯羹 获得年轻人的喜爱 大小S都是红海二的粉丝 小S还尤其中意当时的张克凡永远爱你 初恋、青春、故事等专辑 找资料的时候发现 红海二有一首歌在王一云友999家的评论 算是一代人的记忆了 1993年由于团员们到了服兵役的年纪 组合被迫解散 1994年服完兵役的张克凡 重新加入开丽经纪公司单飞 发表了三张个人专辑 1996年提名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1998年加入服务奥唱片公司 发布第五张个人专辑《寂寞轰炸》 每天这个时候 心都特别寂寞 想孤单单在大海 整张专辑由周传雄监制 收录了五首周传雄作曲的歌 这张专辑可以算是张克凡事业的第二春 据说销量达到了600斤 也就是60万张 1999年成立了电讯行业相关的公司 2002年由于投资失败负债 不得不再次中断了演艺事业 2005年正式复出 转型通告艺人 不过没有放弃唱歌 陆续演唱了《至尊红颜》 《水月洞天》 《飞刀又见飞刀》 《峡谷担心》等电视剧的主题曲 帕兔与欢欢的故事 康熙的观众都应该知道 张克凡和欢欢在康熙 有一段很感人的旧爱重逢的故事 蔡康永都很认真地刻过这个CP 先简单介绍一下欢欢 欢欢本名于嘉慧 1970年8月11日出生于中国台湾 家境优渥 爷爷是国大代表 外婆据说是左宗棠的后代 从小学习音乐和骑马 欢欢的姨父当时是在华市 担任张小燕节目的制作人 欢欢由此进入演艺圈 和悠悠 蔡宇伦组成少女组和悠欢派对 算是小虎队的师姐 过年常备歌单里的新年快乐 就是悠欢派对和小虎队 一起广号悠悠和吴奇隆谈过恋爱 悠欢派对就此解散 欢欢开始出演电视剧 21岁和导演张孝正结婚 剩下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婚姻维持了10年后离婚 原因是张孝正出轨 据说高达8次之多 2004年与演员江国斌再婚 再与一女 2009年离婚 张克凡和欢欢是同公司的前后辈 婚花27相识 欢欢比张克凡大三岁 两个人都是情斗初开 单纯的喜欢对方 当时的公司发现两个人 有这个苗头 就对这对情侣进行了干预 告诉欢欢 两个人都在失业的上升期 为了对方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他们间的关系 之后两个人就分手了 那婚姚姐就语重心上的 跟我讲说 其实你们都还年轻 当然我不反对你们的男人 可是你们没想过 你们都还有美好的未来 克凡他以后可能会单飞 他可能会变成 也许会变成现在 像现在周杰尔等等之类的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们今天的关系 2009年10月5日播出的康熙 郑克凡讲到了和欢欢的姐弟恋 之后 康熙请来了欢欢 两个人一起谈这段感情 也就是郑克凡爱骂的开始 节目中 两个人聊了以前的故事 美好而又无疾而终的初恋 随后 郑克凡演唱了 他为欢欢写的歌 《两个世界》 场面一度非常感人 蔡康勇也在撮合两人 看有没有机会再续前缘 复合是不可能复合的 张克凡也有了三宗罪 第一 2010年 马国贤和张克凡一起上抗戏 马国贤说 两个世界不是欢欢的专属歌曲 有听过张克凡唱给别人 张克凡解释道 这首歌确实是写给欢欢的 但是有唱给别人听过 第二 张克凡和欢欢一起唱节目时 有女朋友 所以一直在节目中表现得很扭捏 第三 从2009年第一次讲和欢欢的故事后 张克凡就因为这件事 上了很多通告 大家认为她在消费欢欢 消费这段感情 要说明的是 有些通告是和欢欢一起上的 2013年 欢欢最后一次上抗戏 还是和 2014年6月 欢欢在家烧探自杀 享年43岁 欢欢生前患有抑郁症 两年前 夫妻的去世 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帕瑟近况 抗戏结束后 张克凡还是在跑通告 唱唱歌 2015年公开 与女友已经交往三年 2016年办了个人演唱会 同年10月与女友结婚 2019年 张克凡牵头 将红孩儿重新聚在了一起 举办了30周年演唱会 还在Facebook上发表动态 表示不懂为什么会有台湾人 把日剧时代 美化为日志时代 还说自己心意 永远向往神州大陆